大家好我是路易 我是Ada 欢迎回来 叽叽喳喳 哇 Big news Big news Super big news 如果你们已经看了路易的影片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嗯 那如果还没看的人要怎么样 来我的频道看看哦 很大很大很大的宣布 天啊 没错就是我们在台湾 买房子了 天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在影片里面 没有跟大家讲的事情啊 包括我们贷款的过程啊 我们看房子跟房仲交涉的过程啊 然后以及我们买房子之后才发现 诶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叹叹叹 对 然后就想要把我们最真实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对 因为我觉得看房子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插网路上嘛 然后都会有很多这种影片 就给你啊 十个建议你一定要出这件事 真的 所以我觉得太多不一样 太多资讯 就有一点难动 到底是要听谁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 诶我超会看这个耶 啊你喜欢 我觉得我越看越不懂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讲不一样的事 然后觉得 哦 会 头脑很痛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这样哦 我们是要 跟你们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 对 没错 我们不是要说 你们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那首先我们就先给大家一些 background check 嗯 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看房子看多久 哦已经很久耶 我们第一次开始看房子在高雄 是十年前 对没错 那时候我们看了半年左右 然后那一阵子我们是真的很认真 很认真很认真 看了很多件 然后真的相了解 到底怎么买房子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看的很不顺 要嘛就是金额太高 对 就是不符合我们的预算 或者是 很快就被买掉了 对 然后或者是就是遇到一些奇怪的房仲 对 那其实那时候看房子 真的让我们后来有点挫折 对 对就有一天就是看到不想看了 对 真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 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有一些COVID什么 然后我们刚好也出国 有一些COVID 我们现在回台湾两年了吧 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就决定 诶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回来看看房子 然后 中心看 对 重新看房子 先跟大家讲 我们看房子的时间大概是两个礼拜 这一次回来看房子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那个礼拜看了可能 对 看了几间 还是可能那么多个那个时间 可能看了时间左右 然后我们从下握旋带买到这间房子 花了一个礼拜 非常非常快 非常快速了就 对 地零 快到你没有时间发现在发生什么 对 快到就是我想说 蛤 这样成交咯 干怎么办 怎么办 就这么快吗 那我想问你 就是买房子之后你有不开心吗 我有开心啊 你开心 我怎么会不开心 对啊 我很开心 我买房子之后就觉得 哇 不到三四岁就买自己的房子 就觉得哇 我是大人了 真的觉得有一点有accomplishment的感觉 就有一点骄傲 对当然 在法国你有认识的人在三十岁前买房子吗 有啊 蛮多啊 也蛮多 蛮多朋友的有买过 因为在法国其实 房价也比较合理一点 所以 其实你如果有一般的上班族工作什么的 你工作两三年 总算你是可以买得到 OK 固定很大啦 但是总算是会满出你开心吗 我觉得你知道 我从来就是在买房子这件事情 在台湾人的心中是很重要的 就很像一个pocket list 像结婚一样 你一定要勾起来 真的是大家会一直一直抄你 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对对 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 当我真正买了房子之后 我发现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我很讶异 因为我一开始也以为 哦我怎样来买了房子 我好像 Kick the bucket list 我就会很开心 但是 其实我并没有很开心 我一直觉得 好大的压力哦 我看他的翻译的时候我超惊讶 因为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非常舒服 很大什么的 我们很开心 但是每次大家就会说 但是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房子 所以不酸 我不在意 就是他不在意多好的房子 如果不是买的房子 他就会不满你 然后我们终于是 买了一个房子之后 他就在那边 哦 眼里好大哦 哦 我们这边买这个 哦 我不要 哦 我太贵了 哦 所以就觉得 到底你要什么 不是 买这个房子 只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嗯 所以当下 我其实没有心理准备好 你知道吗 你就是觉得 天哪 怎么这样就买到 对是真的很快 然后我一直觉得 我是不是被诈骗 哦 我的天 这件事情超烦复 我们的offer被单营之后 一直每一天早上到晚上 都一直在那边来找我说 是不是被骗了 是不是买太贵了 不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卖太贵了 但他会睡不着 他会做噩梦什么 我觉得我卖太贵 我卖太贵 真的超烦 不是因为四年前 我们看房子真的很不顺 然后从来没有那么顺过 所以我觉得 然后 也有点难相信 对然后 你知道最近就是台湾诈骗的案子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不可能这么顺 我一直觉得不可能那么顺 所以我一直在怀疑 我是不是被诈骗 这是我买房子之前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哦我买房子之后 我们有自己的家 我们有自己的那种归属感 对啊 对可是 你可以自己设计做状况 让大家就是有很完美的样子 很适合你的一个家 就很棒啊 但还没 我们还没有搬那边的 已经后悔了 跟你说 不是 不要这样讲 不是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准备好 你看 我们两个人一起买房子 但是 两个人会有不同的心情 诶 不是一起买房子哦 嗯 不是各位有看过 哈哈 我的影片就知道 你 你确定你不是 是老大买的 哈哈哈 老大买的怎样 我可以叫你滚 老大买给老伯啊 哈哈哈 老伯啊 买给你房子啦 你不要那么辛苦啊 哈哈哈 我想在这里插一个题外话 我们本来没有讲这个 老伯 你说卡 我觉得我那时候哭的原因 就是很大的部分是 路易他是一个 他是个法国人 他从我跟他一起dating到现在 他就是很强调 平等go-dutch的人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愿意 嗯 讲这句话 我们就是在法国比较是这样 就是男生女生都有自己拱缩 然后都有一般一般这样 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兽师 对 我就是 没有啊 我就是太爱你 不是 哈哈哈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OK好 好 我们回到主题 然后 我们现在来聊聊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间房子的feeling 哦 对 哇 我们是怎么找到这间房子的呢 其实是运气真的很好 我觉得 怎么说 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原本真的没有要看这个房子 OK 就是因为我们看房子的时候嘛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什么size 我们要什么年龄的房子什么的 在哪里买 所以我就自己在五九一看了很多 然后就直接按赞按赞按赞 我觉得很fit我们的criteria的房子 我们已经看了几个房子之后 剩下可能两个 其中一个是指一个 然后我这个之前有给Ada看 对 那之后他完全都没兴趣 就完全不在意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 我自己觉得 OK 拼书跟价格 完全合理 然后地方也很合理 也是搞得真 好像都是很不错 但是 我也其实就是 找片很烂 但真的 我觉得真的拍的很 没有什么感觉 你拍的看起来有些啾啾的啊 然后就 就不会想扳到那边 然后他看到 第一次看到也觉得 也啊 如果你想看我们看啊 我不在意啊 结果我们的时候 看了几个房子 我跟房东说 诶 那你有没有可以去 带我们去看这一个啊 就说 好啊 那就顺便去啊 OK 我们一进去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可能 三秒 三十秒钟之后 给大家去看我 然后说 是这一个 所以不会是我们在我们之前看的都太烂了 啊没有啦 我们看的一切也是很不错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有点太小啊 或是很大 但是价格也有点超过一刷 然后是什么 但是这一个人一进来就觉得 哇 是这一件的 嗯 我们也要买这个 猜光也很好 然后view也很不错 空间就刚好是我们需要的 就觉得 虽然是二十年的总工 但是保持的很好 OK 觉得 哇 是这一件的 对 然后我们看完了当天就下了斡旋 对 对 当天 我们没有等一下等一天睡觉 我们就太兴奋 我们这些小斡旋 嗯 为什么我们那么快 小斡旋也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隔天就要飞去香港 嗯 然后可能三天 三四天 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 天呐 如果我们今天不下斡旋 这四天后可能已经有别人下了 我们不想跟四年前一样就有发生那种 啊 就被别人买掉 因为我们反应太慢了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很想下斡旋 应该是那个niece的关系 啊 也是 对 因为在法国我们又看过方针 然后那时候 也有下过一个斡旋 然后 就隔天有一个人 又下斡旋 但是在下比我们归出一袋没卖的 对 所以 那时候也超不爽 所以好像因为我们又有几个这种的体验 就觉得 那时候喜欢就马上下 对啊 我就喜欢就下 因为你下斡旋 不代表你买得到啊 所以那时候就当天那个晚上就9点半 那个中介就来我们家 今天你就很晚 我觉得哇天呐 中介好辛苦啊 对 真的是工作的哦 然后那 那反正我们既然讲到中介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个 谈判体调 就是我们怎么跟中介 就是谈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价格 对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在你买房子之前 去YouTube看所有的影片 因为我买到这间房子的时候 我刚刚有说是一个礼拜 所以其实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短 嗯 然后我其实后面有一点小后悔 就是我没有看多一点影片 啊对 你看的比较少 然后你是我们 我们下斡旋 然后买了之后 你才开始看很多 然后一直在紧张 因为我原本下斡旋 觉得不看 不会中 我就是觉得我只想下看看 啊 我不觉得我们会买到它 哦 所以我就先先下了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很多很多影片 然后我就觉得 啊 如果我早一点看这些影片就好了 对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买房子的打算 然后就是 多看多爬文 多看影片这样子 包括我看了很多影片 他们都说 你不要让房仲知道 你可以加交到多少 下斡旋之后 中间会来给你写邀约书 就是写你下了的斡旋数字是多少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 他临走之前 他就在问了我们一次说 哎 那你们最后可以加到多少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金额告诉他 但是我也很明白告诉他说 就是这个金额 我不可能再加上去 因为其实离我们的 我选的价格没有离很多啊 我们不是随便跟他讲 啊其实我们可以再加200万 我们不是这样啊 那因为 大概有差20万的差距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有再有20万的溢价空间 但是 超过就绝对不可能 我之前在就是 听别人买房子的时候 听说就是常常就是 房仲会把房东跟 买房子的人约出来 然后就在办公室里面谈很久 对就可能会再加两三个小时 然后可能要大家还是要再再改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明确跟那个房仲说 我绝对不要这种事情 因为我工作很忙 如果不可能 你就不要把我约出去 这间房子我没有买到 我就看下一间 就是我没有很 就是一定要他 我觉得他不错 但是我并没有一定要他 对 所以我们是没错 有讲到我们是可以再多一点 但是我们也是说 我们完全不会动 对 然后我们真的没有动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说 你绝对不要告诉他 你可以加到多少 但是我们在第一天就告诉他 所以我觉得 有点白痴 不是我不知道 其实我那时候 我们跟他说的最后的价格 其实是 比较是A大的最后的价格 但是我自己最后 其实可以再多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是值得再多一点 但是A大不同意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给他 那个A大的价格 对就给我 然后真的没有从这个价格 后来隔两天之后 中间就打给我说 要我再提高我的斡旋 嗯 然后他就把我提高到 我最后他离开我讲的那个数字 最后是用这个金额去谈成 你知道 大家我们真的被邀去那个小房间 就是屋主他们在一楼 我们在二楼 然后你真的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等 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是他就说 哦他们在 对对对 几乎到几乎到这个价格 然后我就是踩很近 我就说我绝对没有要加 反正就这样子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我猜 那时候 哦 那时候我们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超久 还是超久 对啊 但是我跟你说 超久 我觉得他们应该 蛮早就知道说 这个会成功 因为他跟我们说 哦成功了之后 那些就是地震事什么 我的资料都已经写在上面了 在法国不是这样 在法国你就是 不会遇到 你是在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说 总结会说 啊 他们又结束了你们的 我选 他们结束这个价格 可以了 就这样 然后就过来 他们不会让你拿车 然后就在演 两个小时 对啊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烦 要终会去要终会来 你们要喝茶吗 你们有东西吗 你们又出饭吗 什么的 其实在那个 对 那个等待过程真的很烦 而且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超浪费 我们两个人就被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是一个 一两个小时 然后什么时候没做 就在那边等 我们俩不是什么谈判专家 但是就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段过程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的底线是多少 你就是猜死 因为他们很会讲话 他们也很会给你压力 很会让你觉得 啊你一定要改好 是让你觉得很兴奋 让你什么 他们的能力就是 影响你的 你的心情 不要因为你超喜欢这个房子就 就觉得 啊没关系 我再多一点 我再多一点 因为你 以后如果真的想卖掉的话 这什么 你就会后悔 再来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中古屋 啊对 为什么选中古屋 我们这一次看 四年前我们有看过预售屋 对 都有看过 新城屋 新该的预售屋跟中古屋 之前都有看过 对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很focus在中古屋 那为什么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两个都在家里工作嘛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办公司 所以我们都需要比较大的空间 嗯 就至少有三方 对 一个是卧室 然后一个你的办公室 一个我的办公室 对 然后 我们发现其实 预售跟新房子 现在都是改比较小屁数的 而且工序比很高 然后 你会有三方 但是可能哪些三方都稍微小 就在20 20屏内他们 塞三方进去 觉得 就每一个房间的空间就很不舒服 就太小了 就觉得 这样好像 不是我们理想的空间 然后价格也都是 开非常高 所以觉得好像 对 我们卖一种屋比较比较合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这次在台湾买房子 你觉得台湾跟法国 在买房子的部分有哪里不一样 就是杀价的部分 在台湾真的是一种 一个文化 就是你真的是可以 通常你会杀 杀一层到两层嘛 有人可能更多 不知道 但是在法国你真的 不太可能这样 如果运气很好 你可以可能零电污 如果你杀一层 真的是你 哇 就是可能有一个问题 还是什么 因为 那你不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台湾房价太高 对 哈哈哈 就是台湾房价是很夸张 不就是很高 也是很乱 就是在同一区 你可以有同一年龄的 的房子 他们多为 这可能有30%的差别 就超乱 大家可以就是开他们开心的价格 嗯 所以这样 在法国不是这样吗 在法国不是这样 OK 在法国 房价真的比较稳定 然后因为 这终结 会有一点控制你 你开的房价 哦真的吗 但就是会跟你说 你这一个房子的 Value是多少 嗯 然后建议你 你开这样还是开这样 嗯 但不会就是接受你 你 你开什么的房价都开 因为 在法国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杀价的文化 OK 所以如果他们知道你开的 的价格超高 然后 别人你不会敢就是 杀太多 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卖掉啊 所以其实那些关于房子的价格 都是 陪 政府 或是中介 都会有很多人在注意 OK 所以不太能太就是太乱 OK 这个 对 所以价格也不会 会改的越来越快 当然会变高 但是不会跟台湾一样 就是 每年10%还是什么 在台湾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改房子的 的文化 OK 的习惯 因为法国我们也是 不会改很多像台湾一样 新房子 豪宅 Everywhere 就真的 台湾是一直在 盖豪宅 豪宅 Everywhere is 盖豪宅 那天豪宅 盖豪宅啊 盖房子吧 哦 就是很贵的房子啊 因为他们每次 越来越好 每次越来越高级 嗯 在法国该新房子 也不一定是想台湾的新房子 豪宅有有用 是什么的 就是比较一般的啊 嗯 就是很新的 什么又很高级 那这个跟房价有什么关系 那因为那些新房子 都越来越高级在台湾 他们也越来越贵 但是贵到不行 不是那个 假意见原本的这里 这个2D的价格是 自己决定 啊 这个 这一栋大楼超厉害 我们就直接开45万一瓶嘛 不管在高雄 本来是30万一瓶还是什么 他们就直接45万 所以就 方便的人都会觉得 诶 变那么贵 哇 新房子那么贵啊 那啊 我的房子也 也买可能35好了啊 嗯 高一点也没关系啊 反正新房子那么贵 所以大家都会一起 开始改改改改改 所以有这种 这新房子就会印象比较久的房子 四年前看房子 我们那些新房子 我们看到很多新房子 他们都不超过30万一瓶 对 现在都是3540 现在有一些快无市了 已经 有啊 有啊 豪宅是50 豪宅是50 但是一般的房子就是3540 这样 对啊 也是长得蛮快的 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会让就是房价变高 也是因为就是台湾人 就很爱炒房子嘛 嗯 一般的妈妈 有多一件钱的妈妈 就在那边买很多渔说啊 然后四年前看完就再买掉啊 再买再买再买再 这样就在玩Monopoly啊 那个游戏 嗯 大波 对 我是真的 所以在法国没有这样哦 那在法国真的不太会这样 法国的规定跟tax很多 嗯 很重 那么快就买跟买掉这样 你会你会亏钱 你一定会亏 嗯 所以你是可以买很多 但是你要买很久 你在法国买房子 比较是算是长期拖子 嗯 就没有短期 可以买比较多 但是你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税 然后就还是不能 可是这样就表示你们政府有在管控啊 有啊 但是没有在管控啊 对啊 大部分的人 练比较有钱一点 或者比较舒服一点的家庭 他们还是 可能会有可能 两三家不会超过 OK 那两三家可能 其中一个是他们住在的 一个是他们Holiday House 嗯 然后一个是小的讨讨 放出自在一个 比较热闹的一个村子 懂 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多钱 然后 他就是跟我说 他有七间 御寿屋房子 然后都在获利中 真的有这种人耶 因为原本我身边没有这种人 但是我最近身边好像有一两个这种人出现 然后就像 哇 这房子有这么好赚 然后他真的就是也是很普通的人哦 就是你看他也不是那种超级有钱的孩子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 哈哈 再来讲的是 就是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房屋贷款 哦 OK 噩梦 哈哈 没有到噩梦 就是有一些小trouble的出现 那大家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 呃 薪资状况好了 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 比如说玄屋店这些东西啊 然后我身边没有发薪水给我自己 因为我就是希望 等到公司可以正常运作的时候 我再发薪水给自己 因为我们有点像是草创阶级 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没有发薪水给自己 会造成就是你可能在 申请房屋贷款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当然有 我一直跟大家说到都不想听我的话 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两层的头期款 所以后面八层的房屋贷款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而且我找的还是就是平常 跟我有往来的地银行 我之前就是有申请过青年贷款 然后有跟固定的银行做往来 然后那时候银行 他们也告诉我说 欸如果你之后有资金的需求啊 或是买房的需求都可以找我们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哦 我绝对是可以在丁银行这边 得到房屋的贷款 对 所以我就很Chill这件事情 那时候超级有责心 所以有跟他说 你 你要不要先确认吗 要不要先打电话吗 我有啊 这个不是 一开始他跟我说可以八层 他觉得就是 他就需要我提供一些公司的资料啊 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资料 但是他一开始就说 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没有问题 然后他后来就 开始跟我说 欸 可能有一些困难 你可不可以再补一些件 补一些资讯 然后我就补给他 然后后来就跟我说 公司讨量之后还是不行 我超级傻眼耶 他就说我只能带六成给你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有成 因为 大家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你在找 银行贷款的时候 如果你有延误的话 你可能要付违约金 我那时候就有点吓到 因为那个 定银行跟我拖了大概两周左右吧 但是他跟我说不行 我就有点吓到 我想说 为什么平常有往来的银行 竟然会拒绝我 所以我们就赶紧去找下一家银行 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我原本太细心 满满觉得就是 有往来的银行 一定会愿意借给你钱 所以我没有 在同时间找第二家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有房屋贷款的需求 你可以同时去问两三家 然后反正后来 我就赶快去换了一间 银行 然后我就去找了赵丰银行 我就送成资料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赵丰银行就说OK 没问题八成OK 对 七年贷款 我们急着去那边 已经有讲过电话 但是还没有见面 去去门吃见面的时候 就一开始很尊重啊 没什么 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员工来找我们 然后说 呃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询问是 我们有同事想跟你们白照可以吗 然后就吓到 因为我们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就是戴帽子啊 戴口罩啊 然后都没有跟他说 我们公说就是 我们是谁还是什么 然后就忽然 他们转步都转起来 然后都一起来拍照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学人贷款哦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的贷款一定要过哦 对 那时候他们就说 诶 你这样就一定要过哦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 可以真的每一家都去找 然后每家都去比 对 那其实 袋书那边他也会帮你找 只是我觉得袋书那边的利率 没有那么好 最后我们就聊一下就是 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我有点没想到会发生的是 你开始看房子 然后想买房子的时候 你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什么的 都会想 get involved 他们都会跟你说 他们自己想法 超级烦 因为你跟他们说 哦 我看到这一间我觉得很棒 他们会在那边 哇 我觉得这个 这个价格很不合理 哇 我觉得这个太贵 哇 这个地方还好耶 哇 这个 那他们一直会在那边 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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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觉得你 你这个不OK 你不要这个 你不要这个 你不要这样 一直会在那边 然后你很不爽 对啊 你很不开心 嗯 那你 你觉得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 他们讲的是不是事实 跟你要怎么样去调整 你的心态 我觉得你就是不要特别 跟朋友讲这些东西 真的 真的 你不要跟朋友特别 讲那些价格什么的 OK 你的预算 你在看的房子的价格什么的 他们也不知道就是你到底可以买什么 所以 他们就是会讲自己想法 按照一些照片的意义 最了解自己要什么是自己 对 对 那我问你如果他讲的是实话呢 要看啊 但是 因为我觉得 比面子比较好 又别人是比较专业的人的话 是当然是要听啊 那我觉得我的意见是 你的投契款不能只准备两成 你的投契款要准备2.5成 因为你常常会就是focus在说 你买这间房子的总价是多少 那你的投契款两成是多少 但是其实你以后可能会忽略 比如说 房仲的费用 还有你要缴税给政府的费用 对 还有装潢的费用 对 啊装潢也还 对 这后面你要再准备 如果你要算装潢呢 也要准备4成 我觉得 真的是可能要自己先想好说 其实投契款是有2.5成到3成 这中间 你其实买房子下来才会比较 不会那么压力那么大 我觉得 在这个社会就是 通常会有一些压力 对 世俗的压力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说 我觉得在台湾买房子 好像是一个 像结婚一样 或生小孩一样 是一个bucket list 你要打勾之后 你才比较成功啊 或是你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这样 我买了这房子 就像刚刚讲的 我没有比较开心 然后 接下来装潢的预算 其实也蛮高的 我真的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么多细节 你知道吗 我老实说租房子 真的让我很开心 就是比如说像 我现在租的地方 我东西一个坏掉 我就是告诉房东说 诶你要来修 他就会派人来修 所以我真的完全不需要 担心任何东西 那比如说现在 我要开始想说 诶 我们家要装潢 然后 每一个corner 每一个枪壁都要想 就是 真的是要想太多了 你要住什么 然后你要花多少钱 然后 什么都要决定 什么都要 其实买房子也是有他的压力在 现在在租屋的人 不要自己觉得说 比那些买房子的人还要不好 我觉得不要这样 有这种心态 对啊 你不买房子也有独一件的时间 你独一件的cash 也是可以用投资在别的地方 出别的事情 这是我这次买完房子之后 最大最大的想法 对对对 接下来在路易的频道 会有很多我们 房子状况的更新 比如说像 设计的过程啊 然后装潢的过程啊 所以大家别忘了去订阅 我是路易的频道 耶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拜拜